今天我们来到这个 人家龙 雪兰河人家龙的地区的这个 有一个 成绩 做点心做那种糕点 有40多点历史 一个老字号 过来看一下 就在人家龙的这个庙 东产寺庙 旁边一点 这种是什么 咸香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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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咸香的一罐 还有姜饼 共糖 做的比较有名的共糖做的很多 共糖做的比较有名的 共糖做的比较有名的 共糖做的是共糖 对 你不是本地人哦 对我是中国的 之前上次在展会的话 跟那个展会 再次参展1月份的时候 在Mid Valley 股东城 他们直接在那边一起 看 看到过他们 看一下这个 南瓜籽 米香 哦 这边看 这个是 它这个是带在创办人陈福兴的 1984年开始 制作共糖 豆糖 花生糖 福建 福建那里的典型 后来创自创的品牌一个成绩 哦 脚步 这个是属于很传统的一种自动物业 它这种 哇 这个还是很有历史 还有很有年头了 这个 三十九了 快四十年 是八 1984年 1984年 哦 84年是吧 哦 这是 哦 这是你们全家家族做的 家族企业 好几代了 做了几代了 第二代 哇厉害 可以可以 老字号 这是不不简单 这种糖的话以前我们在国内的很小小时候吃过 后来就没有了 找不到 我们那边也有 湖北湖北的 湖北 也有那种糖 但小时候有 就是软软的 那种酥酥的那种粉样的 是吧 但是现在长大以后就吃不到 还没 吃足的话 是搭配得好的话 嗯 它不会吃甜的那种 不会讲说吃了这些甜 哦 反而是刚刚好的味道 拜关公啊 有时 其实是过年是 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做的 有 这个绕镜是 每年 那这么巧 他们绕镜也 也还到这个村 哦 他们就是大家抬着 抬着 抬着 啊 关公 从楼庙 从哪里抬过来的 从楼庙 他是从GP开始的 哦 从GP开始一直抬到这里 一路见不同的站 来到这里是只有第二 哦 一站一站的接力 接力过来的 那很厉害 最后一站在巴胜 在巴胜 一直在巴胜 巴胜的福建会馆 港口 福建人这块 主要是闽南这边 闽南 哦 哦 这种 那挺热闹的 关公 因为我们 像中国那种 他们很多 马来西亚 我上次碰到他们的朋友 他们去中国 去交流 关公文化 到我们 我们那个湖北 荆州嘛 荆州是那个 关羽在那边 大一世荆州 那边的关地庙也是 关公庙也是 文化也比较多 他们马来西亚人 可能去中国 荆州还有那个 关公老家 山西还哪里 蕴城 对 这两个地方好像就是比较多的 关公的这种文化影响 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 也是 是 找不到 热的 马来西亚没有其他地方 很少 就热的工厂 刚刚做的 后面刚做出来 我们来试一下 试一下 它是热的 你香味比较 你可以跟那个 甜度还好吧 对 更热的 是不是会太气 而且最重要的是 花生 里面的这个花生 馅料是没有糖 哇 外面那一层 那一层外衣就是 这个 我们讲说 花生和麦芽糖和白糖 结合 哇 花生 我们讲 结婚结婚 结婚结婚 结婚 结婚 在一段的敲打的过程 已经用来敲打 就那个花生 和那个糖 麦芽糖的 敲在一起 然后花生会碎 碎了以后 那个糖 慢慢的 它 它是应该是这样 混合在一起 因为每一 趁热的时候 每一片 它就融合在一起了 一层一层的融合在一起 对 所以你现在知道 这个万一都一层一层 很均匀 那的话 一家 一家人在做这个生意 对 爸爸 退下来了 对了 就是你们 年轻人 开始了 三个年轻人 一代一代传 一家人 一家人在新村里 一家人在新村里 一个小空间 他在新村里 就在你坐 一个饼家 但是慢慢慢慢 三十年了 后来我们才搬 搬到店 整个店 这个店有多少年了 这个店 15年 15年过来的 以前在家里面 家后面 哪里坐 年轻人 很愿意 不太愿意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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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辛苦 本来就差点 差点就没人坐了 是吧 14年的时候 就叫两位师傅 那两位 现在有没有是三位 又 慢慢在转位 哇 不错 不容易 这个 文化美食 都能够 很好地 得到传 从那这样子单吃 我们还有 面包 加面包 加面包 嗯 薄饼 嗯 薄瓜饼 那种 薄瓜饼 嗯 放在上去 或者是配汤圆 哦 对 放在汤圆里面也不错 对 文化我们这样子吃 嗯 再来是煮辣椒 辣椒 煮 煮 咖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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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起来又有麦芽香 黏哦 嗯 嗯 算这个区域最大的是吧 这个区 这个县 啊 这个县 最大的一个庙 我看吉隆坡很多朋友 他们都过来 吉隆坡很多人过来 来到这一带的 他们都会来 都会 周末都会过来这里 这里来拜的 来拜一下 走签啊 走走啊 吃吃一下 哦 当然东禅室另外一个火光山 就每年都会 避免到的地方 哦 佛光山 哦 对算是蛮幸运的 就是佛教也好 道教也好 都在这里 嗯 哈哈 这是佛教吧 对吧 道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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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餐室是在里面吗 东餐室在里面 里面一点 你住在那个外侧宫里面是吧 不是不是 在另外一个东餐室是佛光山 哦 就星云法师 星云法师 哦 哦 佛光山那个好多的都有 星山也有 哦 星山也是有 都是星云法师的那个 对 星云法师就在 哦 90年代 哦 对 在马来西亚 后来到人家 人家龙啊 就选了一个地 这里特色的话就是做的 它的这个 供糖 供糖它有原味和 和那个低糖的 还有这个 花生的 有咸的 甜的 南瓜籽的这个 这个 酥糖 这都是它的那个 特色 还有这个叫 啊 杏仁 杏仁的酥糖 也是它的 做的 米香 米香饼 一个设备啊 这个机器 它是用来 破花生壳的 把花生壳放进去的话 就是 花生出来 壳就 碎 把它吹走 这个很老的一个机械设备 这些都是做 这是打糖的吧 对 炒糖 炒糖的啊 炒糖的那个工具 这个是装 那个 花生 对对对 哦 这些是 那个 花生糖 脸花生糖 脸穿啊 这个就是拿来夹那个 供糖 夹 夹 这样 哦 夹成 扁 夹扁是吧 对 方便切 哦 这个就是以前我们的老 老家 哦 老家是在这旁边吗 是在 中路 中路那一边 大街那一边 现在还在吗 已经拆了 剩下这个外壳 只有外壳了 拆掉了已经 对里面已经 拆掉了 你们现在搬这旁边 是吧 搬在这里 哦 这是以前他们的 哦 这个搅拌机来做它 是啊 这个是不错 这个老的工艺啊 一直能够 给船 通常这个 传承下来 那现在你这边也是 就是说 一直跟着这边做啊 也是跟着古老的方法 做啊 对对对 不错不错 挺好的 这个东西 是啊 这些好的文化美食 都是一个 可以好好的传承下去的 吃到这些东西 这些都味道了 哈哈 然后味道 嗯 那你还很 你是 孩子读书吧 没有 没读书 都没读书 多大了应该 我30多岁了 哦 看着看不出来 看着 看着就是像 什么 对对对 我还以为 还要读书呢 哦 30多 哦 董糖皮的那个 花生糯下去 一个乌鲁 一个脚 然后 和花生 然后 这个老的 14年后拆掉了 大合照 一个老房子 这边是冷处后方 可是这边已经是空了 空了已经 已经变成一个 妈妈蛋口了 哦 已经没有了 14年 你们这个一个大一大家人啊 都都出来了是吧 啊对 哇 蛮多的人啊 你们一家 这些都是以前的老师傅 老师傅的 哈哈哈 我说 哎 那个这个 几十年传下来 也是不容易的 这个 好东西 今天我们来到熊丰超市附近的 任嘉隆的 成绩 共堂 啊 也听了在他这边 二代传承人的一个 详细的一个讲解啊 对于这个马来西亚华人 对于美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坚守 有了更深的一个认识 正是由于这马来西亚华人一代一代的这个不断的这个传承坚持啊 这个中华的传统文化还有他的一些美食都可以得到一个传承和保留 这一点的确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 后面可以大家可以可以在熊丰超市 也可以看到这些产品啊 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找到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 产品都会放到我们的这个熊丰超市 包括这个成绩的这个共堂 感谢大家关注大马真哥视频号YouTube频道 给你带来更多关于马来西亚的文化美食 历史 教育 谢谢